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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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回到我的新夢園 往日的夢 已是有出現 男人啊 你看到基隆魚 那是什麼 只要是喜歡釣魚的釣魚人 你可以講說這是我們的夢幻之地 我們以前的寶島醫院大 我也帶了外景隊 也要吃幾個爪 每次都到這樣 這樣燙就對了 斷線連連 現在的基隆園 以前有什麼不同 我聽說已經自我們離開後 就開始封閉了 封閉了好多年 對我們的基隆園一直念念不忘 我常常說有照一日 如果基隆園在開放的時候 我一定衝過來 真正的 哇 幾年後 我們市政府 就這樣順順辦法 非常擴充 這樣展出 我們基隆園重新再開放 來看看 現在的基隆園 跟以前的基隆園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還是不是像以前 那麼樣子的夢幻 那麼樣子的美 OK Let's go 因為五年前的風災 讓基隆園碼頭被破壞殆盡 為了顧及安全 於是禁止登島 島上的美麗風景 從此被塵封起來 而後終於在基隆市長 林又昌的努力下 積極向中央爭取修繕經費 歷經一年多的勘察施工 將在今年重新開放 讓基隆園成為台灣最美麗的風景之一 Oh my God 這幾天 我還要像摩托機閉螺絲 有沒有 沾一下 真的我感動 我每天準備漏出來 幾年了 今天我感覺到 怎麼回鄉的我 你看這樣 海風這樣 吹來 後面還說 那還是那麼綠 上面還開了很多黃色的花 你看那顏頭 但是喔 現在喔 我們基隆園聽說 既然已經開放 不只是歡迎釣遊來這邊 享受全釣的樂趣 也是歡迎我們一般民眾 能夠也來我們這個基隆園 欣賞這裡不一樣的山山水水 到底這邊有什麼 好看的 只要怎麼來玩 我們當然是要請專家啦 OK 我跟各位鄉長介紹 我們一個非常努力 非常打拚的一個 非常年輕有迴的青年 誰都又漂亮 那個就是我們交通旅遊處的 我們的彭科長 彭科長啊 我是要請教你 我們這個基隆園 不是說之前已經封閉了大概三年 對 現在開放是不是這個過程 可以再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我們基隆園啊 它其實在102年的時候 因為那個蘇力颱風來襲 所以造成我們就是那個消波塊 然後還有碼頭的一個 消波塊掉落到我們的這個航道上面 航道 然後碼頭的部分就是因為有獵損 所以會影響航安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 因為碼頭它是屬於一個海事工程 所以相較在陸地上的工程來講的話 它困難度是提高許多 那再來就是一個經費的問題 經費的問題 對 因為我們 你知道嗎 基隆市的預算是非常有限的 那我們經過海事專家的評估之後 大概要7000萬的一個工程寬 這對市府來講非常的吃緊 所以呢 我們就透過跟觀光局那邊去爭取相關的經費 因為這邊是屬於一個觀光景點 所以我們希望說透過觀光局的這個補助 能夠讓我們基隆旅重新開放 那我們這次的工程的部分 除了我們碼頭的修建之外呢 其實我們有加厚那個旁邊的那個胸牆的部分 喔 幫我們船隻的安全 讓我們港內的這個浪比較平穩一點 喔 對 這次進來就不一樣了 感覺 對 就整個穩定我們港內的這個浪 喔 對 那再來我們還有修建包括我們原有的公測的部分 因為我們東北季風的影響 其實我們過去可能就是東北季風一掃 我們島上的設施就幾乎都壞掉了 喔 就盪然無存 對 所以我們這次改用其他的一個設計手法 讓公測啊 它的受封面 可以不要直接迎風 然後就可以算是維持保持得比較好一點 喔 以為我跟妳說 譬如說那個我們的門開口 不要向海邊 對 喔 風灌一下 那你就刷一個風向嗎 對 我們就是把整個開口方向給移動了 然後我們在後段其實我們有兩段的步道 頂海跟登山的步道 然後我們在這次的工程裡面也一併整修了 對 來基隆宇能怎麼玩 科長介紹了登山及濱海兩路線 走法不同 一路上的風景也不同 這次我們選擇濱海路線 可以欣賞各種獨特的生態驚喜 聽說還有特別可看 嘿嘿嘿 等不及了咧 哇 柳安花明又一村 經過一個小山洞就豁然開朗 唉唷 又不一樣的景觀 你看這個植物 你看看整山屁股花 開黃花那是什麼花啊到底 你知道什麼花 那叫做金花石蒜 金花石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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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 是 我告訴你江崇的 你住在這邊怎麼會碰到你 因為我們基隆鳥會 在基隆域做很多年的調查 基隆鳥會 是 沒怪 剛才過過的那裡就是這個 是 跟這個有一點跟蒙禽 蒙禽喔 你住在這邊做 長期在做生態調查 對 我們基隆鳥會在這邊做的調查 已經將近快二十年 哇 真是有來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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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除了我們這個特幼種 這個 你說這個 基隆魚的金 基隆魚金花石蒜 如果有興趣來這邊做 也是做生態調查的話 這邊還可以看到一些 什麼比較珍貴的植物嗎 如果這樣我會跟大家介紹 基隆魚一定要看10個基隆 10個基隆 10個基隆 基隆一個有10個基隆 這真是 這是基隆魚的特色 這10個基隆 包括有四個風景 四個風景 對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基隆山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 基隆鋼 基隆漆 跟我們自己這個基隆 另外還有六種 以基隆為名的植物 這加起來就是變成10個基隆 對 但是有兩種建築物 是屬於冰林滅絕的植物 冰林滅絕 又有冰林滅絕 開玩笑 基隆魚 你哪裡都經常有基隆前面發生 這個包括 有基隆 跟基隆銀子草 這兩種都冰林滅絕 還有基隆藻草河 基隆端邊草 基隆蛇蘭 和基隆野山藥 還有野山藥 基隆野山藥 就是我們說的日本屬域 其實在我們現在 旁邊這裡有一棟 基隆銀子草 冰林滅絕 真的嗎 對 這棟就是 什麼 兄弟 看起來這棟旁邊 那都不起眼 跟雜草一樣 對 就沒有除草除掉了 對啊 所以說一定要讓在地的人知道 它這個是 它的果實 這是 葉灰 它這個灰它很激素 它通常它的原化策略就是 你如果夾摸花根 年年的 年年的 真的 對 年年的 年年的理論上 現在要去幫它 是穿花塑粉的 膏液就黏住了 它會啟動製造 保護裝置 對 我們判斷了 就在原化上面 有說牙蟲 牙蟲經常會受植物的致疫 對 所以它這種可以避免牙蟲 受植物的致疫 如果蝴蝶來 直接就灰在灰上頭 它希望蝴蝶來 不希望牙蟲過來 蝴蝶是幫它塑粉 對 路邊的葉花 你不要猜 沒錯 走在基隆嶼 隨地隨處放眼望去 就是生態特有種 春夏季節來看滿山的鐵炮百合 與基隆筷子界 到了夏末秋初 就能欣賞金花石蒜 基隆銀子草 還能遠眺基隆港與基隆市 這些都是基隆嶼獨有的美景 但美景還不夠看 即將登場的是 特殊的獨家奇景 唯一的基隆海坎 竟然能看到海水打架 以及廢棄小屋裡的驚人秘密喔 對我來 你這裡的味道比較小一點 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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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味道 我比我家都不行 怎麼會這三個東西 這不是千三比四嗎 這不是水晶嗎 這不是水晶 不是 鍾乳石 這就是我們說的鮮人 什麼 你說 對 鮮人 對 鮮人 有人說鮮人 我們對鮮人 五八七七 都去煙軟耶 對 對 他很多吃 生幾年 他這次鮮人黏 對 鮮人黏都黏了 黏了 你鮮人黏了 你看看 你看看 一次鮮人黏了 這個鮮人黏了 他就是生兩次 對 好可愛喔 一直鎮去鎮去鎮去 其實以前更多 更多 但是有一些鮮人黏了 不然把它吐掉 有了 有時候就有說 這是變成一間鮮的地方 人家在看 運氣比較好 是喔 現在季節已經過了 不能過 不能過 對 都浮掛 對 都浮掛 對 現在我這樣 像鮮人黏13年 這樣第一次看到 金拜 這就是 各位 真得舒服 哇 我 你覺得你看 這邊白 左邊 這邊這樣浩 這樣很大 對啊 說來說去 對 我們想像一個情形 雞兵唔是 東北西南早izer 嗯 這是山漿漿漿 是漿漿漿漿 漿漿漿漿漿 這樣斜的 斜的 所以就像個海底山脈 在這個海底 哦 稍微像我們進來立門門口 所以有一個名字 我們就給它作為基隆海坎 那有一個落差的地方 有推出來的 對 所以海底就像我們現在看到尖尖的地方 應該就是這樣 就在這裡 隨時下去 一直往河邊漏的方向 所以現在這邊的漏過來 這邊的漏過來也產生什麼一個情形 它很適合 現象就是說 再介紹 這點 譬如說是基隆蟹 它漏海 它插入水底 藏頭從這邊來 來 它要經過這個海坎之前 它水比較慢 過了 漏得很快 所以產生波浪 退潮的時候從這邊來的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退潮 所以你看海坎的左邊 浪就很大 因為水是對這漏的 加快 有時候還會產生一個情形 尤其是在漲潮的時候 最少發生的水 漲潮當然在這邊漏過來的時候 因為海水從這裡來 經過基隆野水也分了兩個分流 主流是在這邊 我們現在看這裡 分流會從這邊 西邊這邊繞過來 它會跟經過海坎的 海水打架 那個海流會打架 對 那就是因為分流後 在海坎之前剛好 所以兩個流向不一樣 所以它產生一個非常大的波浪 所以這是海洋大學 它曾經製作三篇論文 它討論它基隆海坎 基隆海坎幹嘛 它生氣建議 基隆的學校 都會將這個現象 納入我們的鄉主教學 超級市場 對 這是這間的現象 簡單來說 海坎所造成的海水打架現象 就是先把兩邊的海浪想成是人 一邊要出門 一邊要進門 但人太多 所以會撞在一起 碰撞後 所激起的浪花 就是海水打架的情形喔 人家啊 我真的要來這個地方 看著我們這個海岸線 要清潔 因為我真的感動 你看看這個地方 要這樣就這麼清潔 人家吃得到就好心喔 我都說 多少這個群情 我們才有這個美好的環境 所以我們要牽掌 也要鼓勵 要把它支持 榮族來介紹我們 基隆資産府的產發科的科長 我們蔡科長 又見面啦 科長啊 我看那個影片 我真的面試著這樣 要練下來 我說大家這樣好 同心協力 為了我們這個基隆 有這個垃圾的問題 同路那麼多那個心血 我覺得很輕盈 也很鼓勵 這個過程是不是可以跟觀眾 朋友們介紹一下 我們當初是怎麼樣一個做法 就像我們想的 封倒三年 四年應該是沒有人為的垃圾產生 可是其實在今年我們年初上來的時候 發現 復目金星這麼多的海漂垃圾 海漂垃圾 對 其實這些垃圾都是 風災 飄揚過海外的 即便沒有遊客 沒有人為的居民 或是垃圾產生 可是沿岸就是已經累積了非常多的海漂垃圾 那當初 因為今年本來就準備要開放了 那我們擔心說遊客上來之後 看到那個畫面 對 就會變成非常打折扣 打折扣又失望 對 所以就我們就想說在開放前 能夠來先把它做一個整理 淨灘的活動 那因為我們淨灘需要一些職工幫忙 職工 那當初我們想說 大概只能可能兩百個人上島 結果一號召之後擋不住 全部都朋友兒子 那都是自動自發要過來參與 對 所以當天真的上來的時候 大概是六百個人 六百個職工 幾倍耶 好棒棒 應該鼓勵鼓勵一下 那最辛苦的就是 把他們這些六百個人上島這件事情 是花了比較長的時間 連續運輸過來 坐船過來 對 第一次我們今天就進了 1.5公噸 等一下 1.5公噸 算鈍的 1.5公噸 對 才一小部分就1.5公噸 而且其實它的面積非常大 因為它都是保麗籠 比較多 然後還有寶特皮 今年其實已經辦了三個T次的淨灘 三次喔 三次的淨灘 一次1.5公噸的話 三次的話 哎唷 還好痛 沒有啦 因為後面兩次人沒那麼多 但是這三次加起來大概2公噸多了 2公噸多了 哇 所以這個 這個全部都清完了嗎 現在 其實還有一些還沒清 因為我們重點是 先把寶麗籠 寶特皮這種 比較容易帶的 像漂流木的東西我們就不動 因為漂流木它畢竟是自然的東西 它也會分解 對 對 希望未來的機動魚也可以一些人文的 藝術的東西駐島 也不是只有生態而已 所以可以就地取材 哇 真的 我有看那個 我們釣友啊 船家啊 他們也有 或是說那個 我們釣友啊 自動駐啊 都把那個垃圾沒有帶回家 然後還會幫忙洗澡啊 而且這次的淨灘 其實最難得可貴的 還有一個 你看我們是在離島淨灘 嗯 那撿完這些垃圾 要怎麼運回本島去處理 對對對 我剛才想到要問你 我們發動的就是漁民 啊 漁民 漁民也來參與了 對 我們號召有16艘的漁船來 在外面排隊 而且16艘漁船來 即使有5艘沒載到 還有點不開心 真的 沒有參與到了 對 但是他們都來了 都在外面等 很好 所以這個我們的漁船 也都非常自動自發來參與 這樣的海洋環境的議題 不是只有民眾啊 其實船家 還有這些漁船 其實都很熱心 在做我們環境 呼籲的這一塊 在全世界一片整頓海洋 髒亂的呼喊下 基隆市政府率先以身作則 號召六百名志工 好時好力整頓環境 把封島四年來 大量的海條垃圾清除 也努力富裕島上生態環境 更在基隆雨 周遭放流漁苗 就是為了重現其完善 基隆雨的美麗喔 課長 現在我們UK來 鐵頭刷 新買衣服 真是肚子餓了 你這裡還沒福利 還沒什麼 要怎麼樣 對 基隆雨沒有販賣部 也沒有投機 所以我們還是回到本島 去找隱藏版的美食 隱藏版的美食 今天這個是有來力的喔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回港的 那個地方 鎮冰雨港 就有武藏版的 碳烤漆菇 碳烤漆菇 這很特別喔 對 是手工碳烤的 基隆現在只剩下四家而已 聽這樣講好像是很有歷史喔 對 而且那個要到現場 你才能感受到 它手工碳烤的溫度 哇 你這樣一講 哇 我就開始在流口水了 那事不宜遲 好 那我就趕快趕過去 鎮冰雨港 對 喊烤漆菇 對 OK Let's go 來 今天我出海道龍 去基隆以外主廠戰山 真的是鬆不拿 人家一有未盡 但是我們就見好就收 接下來呢 我要帶大家去體驗不一樣的基隆 人家說 時代在那邊 你看我們的建設 好 都在地地翻新 但是喔 人家有一間店喔 他七十年堅持原汁原味 好 這種精神喔 真正所謂尊重 要做什麼東西呢 有一個名字 讓它做一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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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大家 大家喔 來去建設一個 OK Let's go 哎唷 欸 聽到味了耶 喔 還有火爐 這間店就好多 你有沒有看到沒有 紫菇辣 喔 有沒有 啊這可能就是老闆 你看他這個 不知道在烤什麼 原來是從遠遠那個香味 就是從這裡來的 老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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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給觀眾朋友介紹啦 說什麼好多我們基隆的紫菇辣 紫菇辣是 你現在要做這個嗎 沒有 這個是紫菇辣 欸 紫菇辣這三個名字是怎麼來的 是什麼來的嗎 這是日本人的竹輪 竹輪的巴音就是一隻多 一隻多 一隻多 對 竹輪 對 你說這就是竹輪 這是什麼原料做的 這是魚精做的 魚漿 魚漿做的 魚漿就是我們 那些都在附近海域的那個什麼魚 刷魚 刷魚 刷魚喔 刷魚 嗯 你當地你不覺得很辛苦 你看這樣乾了 差不多包到這樣 這樣 現在這個 不是都已經有那個機器在做 為什麼還堅持手工呢 這一種大部分人也喜歡吃手工 對 手工 從小 我們四年級 從小的機率就是這個 從小 從小到大 請問一下 你一天差不多要多少三公 做多少 大概一千區 一千區左右 一千區 你一天耶 你 你在這裡怎麼煮一千區喔 對 要吃一隻那邊看看 要吃一隻那邊看看喔 對 當然也要 欸 這是現樓的喔 對 現樓的喔 好 現樓的喔 好 現樓的喔 這輪照是受不了的 欸 好香喔 對 這快進不下來耶 我吃下金製燒牌 只有基隆才有的手工炭烤幾股啦 吃起來的味道 與工廠加工完全不同 一口咬下 軟嫩適中 淡淡的炭烤香 從鼻尖一路衝往腦門 絕對讓你記住這獨特的美味 講到手工 就不得不佩服老闆娘的手藝 一雙上薑的手比秤還精準 每一根的份量薄厚 比加工廠的重量更準確 聽說這都靠的是 三十年的經驗累積啊 上薑就是你在負責 對 烤是爸爸 對 整個生牆線只有你們兩個 對啊 所以才量不夠啊 爸爸說他一天要烤一千隻 所以說你上薑就上一千隻 對 我捏多少他就烤多少 是喔 一千隻耶 所以說你的速度很快耶 還好 這酒也是你自己做的 對 爸爸會不會烤這個 不會 爸爸不會包到這個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分工分到那麼仔細喔 沒辦法 他們也不大會做這個啊 所以這個 這個要有那個 技術 要技術 你怎麼烤的 你像我媽媽這樣保證 保證他們的手 好像說有那個職業傷害 那你怎麼烤了 還好 可是大部分都會有職業傷害 可是還好 職業傷害也是什麼 像老公就是會燙到什麼 這個 我們在動的這個 為什麼 重複這樣一直動 對 所以說老闆 你看看 我們要吃到好的東西 也是人家 這樣自己企業 堅持傳統 然後呢 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不簡單耶 老闆娘 真厲害 雖然尊重 所以說 吃到我們這個 一久了 真的是怎麼說 三隻有來年 在鎮冰魚港邊 一間不起眼的小店 裡面製作的是 流傳70年的純手工風味 日據時代 基隆魚貨豐富 吃不完就研發出 很多魚類加工品 例如魚丸 甜不辣 吉古拉等 傳到今日 唯一只有在基隆 才吃得到 純手工的炭烤風味 一天上千隻的 手工炭烤吉古拉 保存了 基隆正宗的古早味 也傳承基隆的 歷史與文化 人家 雲渺渺水茫茫 生兒歸路幾多長 我從事這個外景的生涯 十幾年了 重新再 回到我們基隆魚 三年了 現在開花我又去 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跟你說 有用心跟沒有用心 就在這裡 在這裡 我上了基隆魚 重溫舊夢以後 然後又回到我們這個 西古拉這裡來 那真正 我覺得 新加酒 在我們這個 基隆的建設裡面 都總這樣 有用心 在這裡 尖延 人家七十年 那些建設到這次 依然是這樣 跟那個火一樣 越燒越旺 所以說 人家 如果有的時間 就來我們基隆 來看看 怎麼樣 讓它外洋光大 等你喔